我们上次讲完怎样平衡Ionic Redox Reaction 我们在这里,我这里写了一些答案 你可以自己对一对 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用半方程式方法 其实一些练习都有代表性 例如这条Dysplacement Reaction 基本上只要放一些氧和氧化 什么都不用 最重要是在尽尾烧去20HC 你就会配合大适当的配数 就像这里,3颗20HC和2颗20HC 最细功倍数6 这条Oxidation乘2 reduction乘3 加上去就消去的东西 下面B和C 就多了一些水和Acid Medium 你做的时候,跟以前方法做就可以了 下面的东西我就不写出来 自己可以写到 好,答案就是这样 你可以对一对 我会有几条有代表性 我会讲一讲的 就是F,G和H 这三条,如果你做过的时候 发觉应该是有些要留意的 那我就试做一下给你们看一下 OK,那我就放在这里 好了,我放在这里 好了,这里我写了一些东西 那你就先看看F4条 F4条其实有些特别的地方 就是在这里,出来的产品 其实全部都会变成Aldin Aldin的Oxidation number 我们写到 这里是零 它增加和减少氧化素 这边都是变成Aldin的 变成Aldin的 这里有变成Aldin的 当然是这两个I 你看看,这里是I- Aldin的Oxidation number 即是说,这边的Oxidation 应该是I- 就变成Aldin的 变成Aldin的 这边是这样 我们照顾这些类型 它本身来说,你只要平衡 我们先平衡 两个I- 这里完成了,然后再加2 这个就是Oxidation那一条 那一条,当然我们照顾I- O3- 这里又是变成I2 可以变成同一样 所以在这里 你写了之后 很明显就要平衡一些I 这里有两个I 这里写2字 就有两个I 然后,这里是Acidic Medium O的数目当然未做 这里有6个O 在这边就可以加水 6个H2O 这边就刚刚好 6个O H2O 多了12个H 这里就写12个H 正 这些Species 就刚刚好 继续好 接着要继续的 就是继续 左边是 正10 这里是0 加10个电子 这边也是0 这边也是0 做到这里 我们要消去电子 两个电子 十个电子 你便将这条式乘5 对 乘5 之后,全式乘5 这边就不用剩余了 你将它加起来 10个电子 才刚刚弱了 我们试试看一看 这里乘5 之后 10个I 2 2 3 然后 这里 再写 i2 多少 i2 乘5 再加上1 6个 i2 好了 这些有变oxidation number 都写完了 接着我们看看 H正 和H2O 这些是没有弱的 刚好 就会有6H2O 这些乘6H2O 这里就12H正 这些乘2 刚刚抵消了 写到这里 加起去 和以往有少少不同 以往做的 如果大家看回这些 全部加起了Oxidation Reduction 之后 答案便立即写出来 没有提及过什么 要再跟进 但这里不是 这里 看到 Corevision 全部 不是最简单的整数比例 这条式 12 1266 最后 要乘2分之1 将整条式 就是要弱了2 乘2分之1 才是答案 5个I- 加Io3- 加6个H正 加3个H2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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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乘2分之1 我希望大家留意 在这里要多做一些 查询 的事情 轮到 下一题 这条特别的地方是什么 这条是在L-Klymedium 如果您记得我以前说过 KMNO4 在L-Klymedium 做Oxidizing agent 变成MNO2 就是这个例子 我们做的时候 都可以用上次的方法做 但问题是平衡它 在L-Klymedium 就不像这里 用H正 这里要用OH- 和水 首先看看哪条是Oxidation 我们先写下 有变Oxidation number 的类型 就是这四个 S由正4 变6 然后MN由正7 变4 这个有点不同 这个是做Oxidation MNO4- 就是做Reduction 我们先做了Oxidation SO3- 变成SO4- 这个 你平衡它的时候 这个要小心一点 今次是用水和OH- 所以在这里 要想多一点点 其实 水和OH- 放在哪里 其实 一时间 就未必那么容易判断 首先 我们是这样想 就是怎样想 现在希望 变成Oxidation S就一样 这边是Oxidation 是不是少一点 三个Oxidation 这边是四个Oxidation 这边是少一点 如果是少一点Oxidation 那我们放H2Oxidation 还是放H2Oxidation 还是放H2Oxidation 其中的想法就是这样的 这两个东西 水和OH- 哪个Oxidation 比重高一点 我说比重 就是这样的意思 我写在这里 OH- 在这里 OH- Oxidation 是16.1 这边是1.17分之16O比重 那我们在H2O 包括16加2 16加2 加16 它是佔16分之16O比重 那在H2O 如果下6分之16O比重 那边是H2O O在OH负中的比重佔多些 如果想佔平衡到这裏 你应该将OH负 放在 欠多些O那角 就像这样 然后佔比重小一点的H2O就放在这边 一看就一定可以平衡到 当然你可以试一试 如果摆错了,就这样倒转 其实是,不过这裏比较直接 这裏的平衡方法很简单 若写成这样,一看就看到了 这裏写二字之后,变成左边总共五角O H就有两个,这裏有两个 刚好 这样已经平衡了species 差点充电,我再加两颗2,藏在这裏 -4 这裏有-4 这边就完成了 轮到reduction part MNO4- 这次就变成MNO2 MNO2就这样 MNO2没问题 都是1个 O就这裏有4个 这裏有2个 这裏有刚才的道理 OH-比重高一点 O,放在少一点O那边 然后H2O就放在这边 OK 放了之后,再看看要加多少H2O 其实这个也不难看的 这裏加4个OH-2H2O 左右也有6个O 两个加4个,6个 H左右也有4个 刚好没有平衡了 接着要看多少颗Elethon Elethon 这边是-1,这边是-4 这边就加3个OH-2O 这样就已经两个H2O 已经写好了 接着下部消去电子 将它配大适当配数 这边是2和3 最小的公佈数是6 乘3乘2 刚好没有6 接着加减之后 消去之后 这边就像这边 就是这边 做法就是这样 小心点 这个有点技巧 就是看这些O的比重 哪个会大一点 比较小一点 这样 比较方便一点 好了 很多方法 想得通也OK 我们试试H H1O的颗色 就是这样 这条 现在的问题 和我们以往做的例子 你有没有观察到有什么不同 如果你看到这里 不同的地方 你会发觉 上面由A到G 这些全部都是Ion 没有一条色 没有Ion 但是下面这条色 H 不是Ionic equation 全部都是 写作整个方法 完整的Ionic compound 或是Atom Molecule 这些情况 是写不到的 如果纯粹用回我们 这些方法 怎样搞呢 其实要做的时候 要看得出 它有什么Ion 例如举例 我在这里 写出来 Aquid solution 当这个S 在水里面 一定是Ionize H1O 和NO3- 这个Cupor 2 Nitrate 是否有Cu2 正 NO3- 当然这里有两个 这些Molecule 就不是 如果你看到 其实这条色 可以转为Ionic equation 因为这些地方 可以消去 像我们以前说的Spectator Ion 旁观离子 我们怎样做法呢 很简单 我们照样找回 哪个有转 Oxidation Number Cu 由0 变到正2 然后这里的N 就由正5 去到这里 就正4 你会见到 其实这个正5 Oxidation Number 其实没有转到Oxidation Number 所以我们的主角 就不是在Litrate 而是在 NO2 因为正5 变到正4 我们写 Equation 的时候 Oxidation Reduction 我们要少少自己 转一转 怎样写呢 我们很简单 譬如Cu Cu 变成Couper 2 Nitrate 我们就不写Litrate 我们就这样写Couper 2 I 我看成一条Ionic equation 如果是这样看的时候 这条色就非常容易做了 我只加两粒 一场就已经写好了 下一步又怎样呢 下一步当然是看Reduction Reduction在这里 我就不整个HNO3写了 我就这样 NO3- 我都知道它会最后变NO2 变成这个 这个没有变你写来也没意思的 不用写这个 起码有这样的变化 变了之后 你平衡它就应该没问题了 因为现在是Acidic Medium Litrate Acid 又有水 做就很简单 你加回H2O 平衡了O 三个O N一组大家双等 然后H 这里写两个H正 OK 这些Expecies平衡好了 然后呢 下一步就是 平衡了差速加2Litrate 这边是0 这边是正1 加1粒2Litrate 这里已经完成了两条Half equation 你夹起来 两粒2Litrate 下方的色下方的色 乘了2Litrate 我们试试加起来 Cu 加2NO3- 再加4H正 这里乘了2Litrate 2NO3- 4H正 然后上高有首辨 Cu2正就不用乘了 然后呢 2NO2 再加2H2O 这条色 我们写到这里的时候 如果纯粹是Ion equation 这条色是平衡好了 你看看 一个Cu 不要看这些Charge 一个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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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N 两个N 多少个O 这里有6个 这里有2乘4 H4加上后面的2 又是6个 H4 4个 OK 这些东西都合适 然后呢 Charge 左手全部加上是正2 这里又是正2 刚刚好 问题来 就是 我们做到这条色 我要写一条 Full Equation 其实你对回Full Equation 你都很容易看得出 为什么呢 你看到这里 这里 Cu 而我不想写Cu 而我只想写 Cubber 2 Lite 其实是否根本相差2 NO3 因为你记得 Full Equation 我们以前是消去了 Spectator Aron 哪些Spectator Aron 其实就是这2 NO3 然后这里 这边你尝试加2 NO3 左手边 一样要加2 NO3 加2 两个NO3 大家对等 如果这2个NO3 在这里 4个NO3 4个全成 其实你可以看到 是否可以把它夹起 很容易夹起 4个HNO3 要1个 CuNO3 CoE 所以整条色 做到这里 夹起这2个Spectator Aron 就已经完成了 整条色变成了什么 这里变成了4个 HNO3 然后这个没有 然后两个NO2 两个H2O 即是说 你做这些 Full Equation 想想的时候 就想多一点点 就是将它变成 Ionic Equation 然后 Spectator Aron 没有了些 就自己想起 多少个加 这样 就完成了 做就好像做很久了 其实这些东西 见过再做 其实都不用10秒钟 就写到 OK 计程考试 隔两三年 就出这题 所以我放在这里 好了 做法 就全部 撕运了 看上来 好像很复杂 每次都要写两条 Half Equation 有没有其他方法 又不用写Half Equation 又可以平衡 其实有的 有一个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那我就在下一条影片 就再跟大家讲 OK